如果你是雲 圈在夜色里 你能否感觉 有人在等你 如果你是否 我愿做你的外衣 愿被你吹起 抱紧你柔软的怀里 如果你是雲 圈在夜色里 你能否感觉 有人在等你 如果你是否 我愿做你的外衣 用情或海底 就只能 重逢人许 你能否感觉 衝起你 你绝对我 你能否感觉 我哥他挺喜欢你的 你也特别喜欢他 对不对 你怎么看出来的 我也说不上来 因为我就是那样 会毫无理由地喜欢一个人 那是你们小孩子的想法 我们成年人想的可多了 可是喜欢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 我也特别希望你可以 跟我哥哥在一起 你说什么呢 妈 赵秦 我问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你干吗呀 你吓到他了 把眼泪收起来 不许当着外人的面哭 你怎么能当着外人面 也那么兄弟妹妹呢 女孩子自尊心都很强的 也很容易记仇 尤其是对自己在乎的 那不在乎的人呢 不在乎的 那不管说什么 还是做什么 都不会受到伤 你刚才很失控 是因为我去见你妹妹了吗 不是因为你 你回去跟她道个歉 女孩子很需要这个的 我妹子最乖最懂事了 哥哥辛辛苦苦为你掺的玩意 我看一下 你不是喜欢花吗 那以后每一周我都给你来送花 我知道你 那女孩子自尊心强 以后不这样 你刚刚那么激动 是因为我的检查结果了 那猫 不是 那猫的事情我安排好了 你要是想他们了 随时可以去看 房东那边也说好了 猫咱们不养了 房子可以接着住 不好意思麻烦您啊 没事有需要再联系我 妈这是最后一个啊 您要不满意我也没招了 你也别再挑了 你俩干嘛呀挑来挑去的 你鼻子我得了 行 你俩就这样吧 我也不管了 爱咋咋地 我特别喜欢 吃你朋友做的饭 给 今天好吗好点儿疼不疼啊 没什么疼的 咋地 赶紧 你哎哟 你 我 不疼 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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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来这么早干嘛呀 你上班啊 我不是告诉你 别着急的 再不上班了 怕被医院开了 有我在谁敢开呢 你也不是老板 等我总跟你添麻烦 我虽然不是老板 但我好歹也算是个创始人吧 要开你啊 先开我 谢谢创始人 今天不用陪妹妹 白天没什么事 快出院了 你这也奇怪了 你不在的时候吧 好像客人也没那么多 姐 我问你个事 要是想自己开一家 储物医院需要多少钱 你想自己开店啊 那这里头说法可就多了 我跟你说啊 你看啊 你看你要选择 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然后呢 要多大面积的 东西我可以帮你找货源 但是设备这一块啊 开销蛮大的 你怎么想着自己开店了 我是想着自己开一个店 时间上自由点 也方便照顾我妹 要说时间的话 自己当老板肯定更忙啊 要照顾那么多事呢 你可得想好了 我再想想 等会儿 坐下 你看啊 我呢 一直帮你当弟弟 你妹妹自然就是我妹妹 姐有一句话呀 想劝劝你 你呀 有时候也该自私一点 你的人生有幸福的权利 对不对 我知道 你是担心你妹没人照顾 可你妹妹呢 又担心你把时间都花在她的身上 自己找不到对象 你要知道 只有你自己先过好了 身边的人才能过得好 我知道 谢谢姐 我给你去吧 去吧 雨晗 谢谢啊 你俩没什么事吧 怎么一路上一句话也不说呀 我跟许女嘉之间为了一些事情 起了一些小争执 她是我亲 什么争执啊 没什么事 您不用担心 小事 小事啊 这不起小两口哪也不吵架的 但是咱别耽误了大事啊 你外婆还天天在说呢 什么时候参加你俩的婚礼呢 妈 这事我们已经就考虑了 我真的 那太好了 谢谢 那你爸爸 他没有什么意见了吧 他没什么意见 太好了 太好了 你说你俩在一块儿也这么多年了 这事也确实是不能再拖了 还是赶紧抓紧办呢 阿姨 那明天早上我来接见你 好 不不不 你忙你的 你甭管了 我答应过外婆的 她做手术我一定要到 雨晗 谢谢你啊 真是有心呢 咱们点儿见 好 点儿见 别生气了啊 再来 妈 拜拜 再见 慢点儿开啊 拜拜 你不要再给我漫无味的希望了 怎么了 结婚的事 你不要总是随意给他承拨 我怎么随意了 咱俩刚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这样答应过他 你记得吗 那不是后来很多事情 发生了变化吗 所以呢 事情在变 人也在变 我爸跟我妈还得办离婚 我不能这个时候跟她说 我要结婚吧 你觉得合适吗 你觉得合适吗 你又生气了 给外婆手术干签字的时候 我就在想 人活到最后 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决定 你放心吧 外婆呀不会有事的 我现在想要聚恋 你了 谢谢啊 我会玩 engord 我以前带她 还要特别人 我已经没必须 你不想要聚恋 我还能不能带她 我还得了 我还得让她 我还得队 你还能成为你 我还得了 我还得了 你还得了 我们还能够 你还得多了 我还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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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принципе 我只是互相 但是 justamente 现在 jestem 这在杜大 有pling 你坐在里面 想一下 �� 我不是 hice 你不是让我给你时间吗 那我们就多给彼此一点时间吧 你不是想结婚吗 如果只是为了结婚的话 我不会跟你在一起那么久的 除了时间 你还想要什么 没了 好 那么就多给彼此一点时间 都好好想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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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国是茶叶的 人均的茶叶消费量的基础是非常巨大的 每人每年在茶叶上的这个消费量 基本上是在1.53公斤左右 这些呢我们都能看到 说说你们产品优势吧 好 我们先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茶文化 我们的这个茶文化呀可谓是渊源流畅 而我们要做的是中式茶文化 丛总 其实呢我们的产品目前卖得很好 我们和竞品的优势 市场的表现 还有我们公司的财务情况 包括主要人员的构成 其实在BP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你们的净利润是多少 去年 不瞒您说我们公司暂时还没有盈利 但是去年每个月的销售额增长幅度 都是在百分之十左右 那你销售额总量是多少 两千万 两千万 那你们对估值的预期大概是多少呢 一个亿 一个亿 不算高吧 幸好收获的五倍 不算高 不过听起来你们好像更适合去找天使投资 不是我们基金公司 对我们来说好像规模小了一点 我出去接个电话 嗯 好 支配我 外媚问一下 外媚是夫妻呢 对 我们刚结婚一起创业 小姨 喂 语文 你怎么还没来呢 你外婆都在做手术了 好 对不起 我这个会还没结束 需要晚一点 好好好 没事没事 那你先忙吧 我和许诺都在这儿呢 好 我已经结束 我就给你打电话 快点赶过去 好好好 先挂了啊 好 怎么了 心事怂怂的 许里诺的外婆动手术 我本来答应要去的 什么手术 严重吗 前两天摔了一跤 严重倒是不严重 但是骨头断了 刚才那个公司你怎么开 数据很漂亮 又是面对年轻人的 现在市场上很缺这样的消 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是人 回头我找人 坐下他们的被调 嗯 我的我是 我不是 手术挺成功的 在院里观察几天 没事就我可以回家了 哎 大夫 麻烦问一下 那多久能恢复正常啊 这可不好说 这得看待个人恢复情况 或走或完 都是有可能的 啊 谢谢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大夫 谢谢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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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外婆怎么样 挺好的 医生说观察两天就能除痒 那我给她带了点吃的 谢谢 她挺喜欢吃你做的东西的 那就好 你不用每天都做 我能帮你的也就这点事了 我先走了 来 晓晴怎么样 挺好的 回头我去看点 好 啊 您好 是赵俊吗 我是 您尽快来一趟幸福路派出所 你父亲的事 什么事啊 你好 你是赵介 对 你父亲赵友志 把人家俩人给打了 对方愿意接受赔偿 现在主要把你叫过来呢 就是商讨一下 双方赔偿的具体的金额 明白吗 明白 你都多于蕾 我大不了多关几天 反正让我赔钱是没有 你以为我想来 不是 你看他们俩是不是以为我欺负他们 你都不知道生意想着什么样 说我这里放药 你说我能不打他们 可以啊 你想生气生气 想打人打人 但是你干这些事情之前 想想后果行吗 我这东西手楼 谁也想这么多 我没有出院了 我每天还得上班 你想想我们 你干这些破事之间 想想我们行吗 不是 小军住外 你怎么不跟我说 我跟你说有用吗 没用 跟我说没有 我对不起你们行了吧 车在外面 我说什么 我就是给你 听说我用纸巾去的 谁就是给你 帮我 我寻找你 你去我 来 codes Gun 你想着 你去吗 那儿 那就 我们在 situations 我不是怕你贪心吗 而且我都快出院了 你这好说我能不贪心吗 现在怎么样 没事 一切都很好 你这个额头是 没事 壮的 肯定不是壮的 被人打两下 你没吃亏吧 你爸是那吃亏的人吗 我哥肯定说你了 你哥一直在这儿陪着呢 你哥一直在这儿陪着呢 他晚上陪我 我后才白天要上班 还要给我送饭 你怎么了 没事 没事 以后有什么事跟爸说 好 我哥呢 你都忙 他让我别告诉你 他没想到他自己是告诉你 你就别管了 那接下来 爸陪你几天 爸干吗呢 跟那个叔叔聊天呢 照顾也行吗 放心吧 你别跟他生气了 他说他以后不喝酒了 你信他 你信责有不信责无 你信责无 你信责无 不是你说的吗 好吧 你说 妈这个时候在干什么呀 想她了 有点 你不觉得 许诺姐跟妈长得有点像吗 特别是她们抱着花的样子 不想了吗 怎么不想了 你记不记得 他抱着花 站在门口笑的样子 你 看那个叔叔 刚三十多 头发都白了 他儿子 你怎么这么说 脑血管畸形 参加了个运动会 跑了三千米 还没跑完就晕倒了 送医院做了开炉手术 但是还是晚了 现在就一直躺在病床上 没过几天 叔叔头发都白了 他们以后 就没有自己的生活了 我不想你这样 我想出院之后 跟爸生活 不行 爸连自己都照顾不了 怎么照顾你啊 那你总不能照顾我一辈子 我怎么不行 你这样 谁敢嫁给你啊 放心吧 你哥不会一辈子打光棍的 那给你一个月时间 你找我女朋友 一个月啊 太短了 一年吧 两个月 半年 三个月不能再多了 你这种事情很有强制的 分开我 伯母 过来吃饭啦 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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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还不接电话呢 伯母 喂 赵医生 我吃饭啦 你吃饭啦 你吃饭啦 我坐下 去吧 好好吃呢 我吃饭啦 我吃饭啦 对支持你 这也行吗 很紧张吗 你快看看吧 还是喜欢吃我带给她的毛粮 她没什么事了吧 没事了 就是吃你之前的猫羊吃兔了 鸡皮词 又下村了 真好 是下村了 才要请我喝咖啡吗 是感谢你的猫粮 谢谢 我想好了 我收回我之前说过的话 你说过的什么话 我说我不想只是和你做朋友 你明白我的意思 也知道我的处境 我不想你因为我 改变自己的生活 被人议论 既然你说回你说过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 就可以做朋友了 你为什么就是想跟我做朋友 是同情我吗 你怎么这么敏感 你是有被害妄想症吗 如果你是我的话 你也会这么想 我不怕我自己失去什么 我怕在你面前越来越自卑 那我们不可以做朋友吗 做朋友也挺好的 想念的时候就问候 想见面的时候就见面 拉消息 也不用想着回 还是不回 咱朋友不在意吗 你是在担心我吗 还是害怕 我做的任何决定 都是忠于我内心真实的想法 我不会因为别人的想法 而改变我自己的决定 而改变我自己的决定 我答应你 我们就要做朋友 怎么了 这么快就改变想法了 你真好笑 那恭喜你 你又多了一个搞笑的朋友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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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妹妹贴的吧 对 你怎么了 好像是你男朋友 不敢看 你先上车吧 我打电话 你要干什么 那路人先过 跟我说了今晚要陪客户 估计我能吃完饭吧 我们是朋友 看着你无所谓 对啊 没关系啊 还得我们吃什么 喂 许多 我刚才好像看到你 在一条处理停车 我在家呢 你看错了吧 行了 那可能是我看错了 我准备去 这样 好 晚安 你怎么没上车 你撒谎吧 你刚才紧张了 没有 那你在意了 怎么 你能不能不要 把我当成空气 这么快就不适应了 那我把他当成空气 你是不是说 你不喜欢一个人 很快地投入心理感情 我爸说了 就是让我暂时当下这个管理人 他最理想的人选是你 这是给你们带的 你们自己分一下 谢谢 来花 这是你们俩的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这袋最沉的 是我送你的礼物 谢谢施老板 以后啊 还是得在这免税店买东西 咱们得多去海南出差 我保你面膜自由 你去海南玩得挺开心的 开心啥呀 累都累死了 那你昨天怎么不接电话 昨儿 我陪客户呢 男的吧 你看看他 你看 长得还行 就是有点糊涂 我接受不了 你最近的口味越来越宽泛了 我是一个百遍的女人 真潇洒 昨天嬷嬷一直吐 吓死我了 他怎么吐了 吃啥了他 没事 后来我找医生了 找 找哪个医生了 先生您好 你好 你怎么来了 我来买花 你怎么查我们画店的地址啊 搜一搜就知道了 你 你 在我们这儿买过花 前一搜 前一搜 什么时候你买了什么花啊 你谁犯人呢 也不知道是哪个女孩这么幸运 能收到赵医生的话 还是送给妹妹的 你自己看着啊 不好意思啊 我们有点工作的事要聊一下 对吧 拿酒干嘛 你怎么知道她是给她妹妹买花的 你乱想些什么呢 你不刚刚那状态跟那天晚上很像好吗 晚天晚上 就吃烤肉那天啊 你想说什么 就是你的表情还有你的状态 都很奇怪 你自己没感觉到吗 哪有奇怪 你回来 你还没说完吗 你这样拉回来才很奇怪好吧 那晚上赵医生说我去你家了 嬷嬷病了 我给你打电话你又不接 他是来看嬷嬷的怎么了 他也很奇怪 他怎么了 只是他朋友圈发的 他把他的猫都送出去了 比如说让他在我 他给我找个伴什么的 这些猫都是他妹妹养的呀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他妹妹生病了 我们在医院正好碰到了 你要我把这两天发生的事情 都详细给你讲一遍 那也不用 没时间听你给我挑重点的讲 你什么讲你个头啊 逗你头干什么呀 你俩在打我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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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也都 thrive 我来个月 你俩在打我干什么 这花真好看 姐姐没来 怎么总是姐姐姐姐的 你这花是你哥专门给你买的 在姐姐的花店买的吗 你怎么知道他是开花店的 你怎么知道他是开花店 不是开花店的 是花艺设计师 小道消息挺零啊 婷婷 一会儿下班 一会儿吃饭吧 我是加班呢 我不去了 好 喂 许诺 把这块吃饭吧 我要加班 你怎么又加班 那晚再好吧 哥 我先撤了 往那一口吃饭 你先别走 那 那一起啊 我正好约了徐杨跟赵静烤肉 你又烤肉啊 算了 不去了 你见不去啊 那我走了 等等 烤肉就烤肉吧 你跟他们说晚上我请 真的 那走啊 我 我跟他们说啊 赵静 喂 你们没事吧 没事 快出院了 像我说你迷婚 为什么迷婚啊 哥 对不起 哥 我也就是好奇 随便问 您要是不想说的话 就可以说 也没什么事 不提了 大哥 喝酒吧 来来来 喝酒 喝酒 来 来 来来来 你怎么不喝呀 我就不喝了 一会儿还有事 哥 陈徐 你看你平时这么忙 你都什么时候约会 我说您小子 最近是不是嫌自己工作 不够多嫌的话 没有 我不是哪一样 我就是看你很少 带嫂子一块出来 咱们公司的工作 你不了解吗 那么忙 我哪有时间约会呀 再说了 你嫂子自己创业 她也没顾这个时间 所以我们俩 只能是剧场里头 所以你这个恋爱 才能谈这么长时间 是因为不能经常在一起 不是 你这嘴是不把头是吧 反正我都唯一过来着 奉献各位一句话 谈恋爱不要谈这么长时间 要不然没好处 哥 不过你跟嫂子在一块儿 不像恋人 更像夫妻 那些吃饭我看你们在一块儿 也没有什么过多恩爱的动作 你以为跟年轻人一样啊 整天腻歪歪的 你们现在还腻歪了 你这么跟老板说话 你不怕被开除 袁哥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我们都是好朋友 可是身体不会做出自然反应 什么意思 我是说 刚才你们说的那个话题啊 身体的反应它都是生理性的 它不受大的控制 身体要是没反应的话 我们应该先营养 所以腻歪还是很重要 对吧 来 喝一个 来 来一个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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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我带你走 哥 我待嫁一会就来了 我收你回去 来来来来 不用 我今天晚上去我女朋友那儿 跟你不是一方想 让我自己叫声 我没喝酒 我送你 也行 对对对 你应该知道我女朋友出来 你应该送我帽 对吗 走 来 坐我一下 我们先走了 好 老哥 你说要送到了啊 好嘞 好嘞 拜拜 快结婚了 快结婚了 这儿已经联系我了 干吗 要来给我送猫呀 你怎么发到我这儿的地址啊 怎么了 这反正好奇怪啊 又来这种奇怪的反应 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故意的呀 我故意什么呀 他来给我送猫 我这不在你这儿吗 这逻辑很顺呢 他们家不是在 他们家怎么了 你知道你们家在哪儿 对呀 那你还有什么问题呀 反正越来顺路嘛 顺路 对不起啊 没事 你刚才说你要去初春公寓 我去那附近 去干嘛 给我朋友送猫 怎么说你平时还做我卖猫的生意 我妹妹养的 都送人了 好 我都送你 我都送你 你稍等我一下 我打个电话 到 远 喂 喂 是我 在家吗 你喝酒了 跟朋友们喝了一杯 想你了 想跟你 聊聊 太晚了 给天吧 晚安怎么了 我有话想听你说 你也快到了 你喝多了还是给天吧 回家了 诗言今晚在我家睡 喝多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早点休息 晚安 也回来 才好 咱们 明天有两个人 你都什么 这是儿子 带着关系啊 跟老夫老妻一样 都会给彼此留下空间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你说呢 您俩怎么在一块呢 我喝酒就请赵静送我一下 你要上去吗 本来是要上去的 我先拿一下我的猫啊 谢谢赵医生 以后萌萌就有伴了 谁要送你吗 我 我很近 我走了啊 你不回去吗 我回家了 我走了啊 拜拜 拜拜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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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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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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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